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说的是全球上最长的地铁 这条地铁位于我国境内 也是唯一一条跨省地铁 全长82千米 它就是上海地铁11号 总共设有38座车站 可见其路途遥远 这个地铁的走向是西北至东南 从嘉定一直到浦东 此外这条地铁还有一条支线 从昆山到嘉定 因此它也是跨江苏和上海两地 在我国很多城市还没有地铁的情况下 这个城市的地铁已经跨省了 可见上海市还是十分富裕且发达的 这条地铁线在2017年的时候开工 总共是三期工程才达到了今天的长度 不过最可贵的是 这条地铁在修建站台的时候 还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和著名的建筑的元素 比如迪士尼站和交通大学站等 可见这个地铁还是十分美丽的 这条地铁修建完成后增加了昆山和上海的交流 也促进了两地的贸易对接 毕竟上海发展的好 如果能带动周边地区进一步发展就更好了 如今也有很多上班族乘坐此地铁 快越两省上班 小伙伴们喜欢这座地铁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 感谢观看